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集我们做炒切 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那边说 只是吃炒切有点广 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多肉的食材 然后这次我就来做一个很多肉的韩式甜辣酱炸鸡 这道炸鸡精彩的 除了甜辣酱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灵魂是炸粉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调一个简单味道又很好的炸粉 这次我会用鸡吃 首先我会用姜跟蒜末 盐 黑胡椒来调味 然后把鸡泡在牛奶里面大概半个小时 这样的话可以软化鸡的肉质炸出来的鸡肉就更嫩更多汁 裹粉之前我们夹一颗鸡蛋 等下炸的时候就不会粉肉分离 我这次上粉的方法是把调好的粉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把鸡放进去摇它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均匀而且不会弄得那么脏 好 我们开始炸 第一次用中小火炸大概7分钟 可以翻一翻它 捞上来 把油过滤一下 再把鸡翅放进去油锅炸第二次 炸第二次 这次要大火 大概炸一分钟 再把它捞上来 你听一听这个声音脆脆的 现在我们来调甜辣酱 把全部的材料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不需要煮开 现在把炸好的鸡放进酱子里面 让鸡均匀的裹上酱子 撒一点花生碎 还有切碎的芝士粒 完成了 甜辣酱炸鸡加炒切 应该不会滑的滑 一样的 如果你有做这道菜的话 记得在Facebook或Instagram Hashtag我们 那如果有想要看我做什么菜的话 可以在comment那边留言啦 那下期见啰 拜拜